接著要來關心到的是一名騎士 騎車雙載 行進新北市的戲齒 不但搖搖晃晃的 兩個人還口罩安全帽 通通都沒有戴 當場被原警給盯上 這個騎士酒駕被逮之後 還堅稱說他沒有喝 最後就測值出爐 高達了0.91 他才坦誠說 喝了一杯威士忌 現在呢不只有騎士 因為後方乘客也沒有勸導 我被一把告發 別作罷 你讓我回家睡覺 你讓我回家睡覺 你趕快讓我去讓你回家睡覺 不要 想甩開手銬 不過卻因為喝太醉 全身無力走路還不穩 直接被逮回警局 因為他酒測值嚴重超標 你趕已經0.91了 0.91很重耶 喝到太忙幾分鐘前 他甚至拒簽酒測膽 還質疑酒測器有問題 牽一下 為什麼要幫我簽名 他不認同 他不認同 後面有錄影也是沒關係 這個是給檢查看的 不是 你要拒簽嗎 你嚇到誰啊 臉色狀猴渾身酒氣不斷狡辯 喝完水仍然不配合 朋友居然也介入在一旁搗亂 等一下 喝水 大哥你現在沒有你的事喔 機車霜在搖搖晃晃 前座後座兩個人都沒戴口罩 安全帽 行進新北市汐止祥雲街 被巡邏員警注意 最訊訊的把機車停好 要去便利超商買東西 就被打個正著 最後測出酒精反應 他才不得不承認 喝了一杯威士忌 公共危險罪送辦 並也對後座乘客擬難 連坐告發 不只喝酒上路的騎士遭罰 後方的乘客也因為沒有勸導 不要酒後騎車 一樣被依法告發 提醒您酒駕連坐罰心 至今年初就上路 切勿有僥倖心態 這裡才能周東靈 新聞報導 請進行